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酒肉朋友 又有Dicky帶大家到處去找食物 今天我們來到太子 非常方便 乘坐地鐵 通常我們都會去地鐵園線找食物 我們吃甚麼好呢 就是去吃一個我很喜歡吃的食物 是甚麼呢 現在 吃東西 都是那句 客氣山梳 吃少很多 請等 مع家Smith 一些 exciting笑ung 買來快一些 臥心 把水切裈 有那麼多 用胸帽子 差別巧 因此 你可以掂擾 為何我今天會選擇來這裡 其實最主要就是餐廳的名字 我已經覺得很有趣了 它叫做落湯雞 顧名思義 落湯雞一定是吃雞有關的食物 這裡是吃雞湯匙的 我面前這一鍋就是一個沙鍋 哇 滾熱了 是一個花膠雞湯匙的米線 它一放下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很香 那種濃郁的味道 和金華火腿的味道 一直攻去你的鼻子 現在事不宜遲 常常都說吃麵喝淡湯 很香 超濃 真的超級濃 超級濃郁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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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塊雞 吃一吃米線 米線都很滑 都有點咬口 大家看看這個花膠 哇 很大塊 有三塊 它入口很滑 很夠軟 而且軟得來 都有點咬口 口感很滿足 因為它很大塊 整塊放在口中 現在喜歡吃花膠的 就是女士 通常都是女士喜歡吃花膠 那你會覺得 整件事很滿足 好好吃 很好喝 那大家看到 這個花膠雞湯匙 米線 其實我覺得都很足料 88元 其實剛才有塊花膠很大 有幾塊雞 而且這裡的魚翅 群養也挺多 整口魚翅的湯 魚翅本身沒有味 就是靠湯 當然一定是 沒有配合的 這些是 恆久古遠的烹調方法 真的很好吃 雖然魚翅都是碎字 散字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88元 我這個麵 我覺得真的超值 超值 試一下雞 雞翅本身一定滑 如果你做到雞翅都很粗 好用心機 你要炆很久 這個也很滑 而且 這個雞 我覺得只是冰鮮雞的 都有一些雞味 吃完這碗米線之後 整個嘴唇 有很多膠質 好像黏住嘴唇一樣 我給它很高分 100分滿分我給90分 正 一滴都沒有了 這個就是XO醬椒牌相簿 它叫做龍王雲吞 和花膠魚翅餃 我想這個應該就是龍王雲吞 看到有隻蝦 好像很招牌 XO醬味都蠻香 它有輕微的辣 還有雞翅 還有那個雲吞 裡面的材料 很豐富 不過我也要分兩口吃 其實我都很大口 很新鮮 這個餡 豬肉 蝦很漂亮 還有皮膚 這個花膠魚翅餃 魚翅餃好像我們吃點心的魚翅餃 名字 我覺得龍王雲吞 我覺得龍王雲吞是好吃的 因為這個其實裡面 其實它是豐富的 但是它全部都是肉 你不太感覺到 有花膠和魚翅的感覺 還有剛才我咬開來看 都沒有過眼裡面 有 這兩種材料 所以我覺得 雲吞 雲吞好吃一點 龍王雲吞 這個名字厲害了 就是 至尊鮑魚大碗飯 真的很大碗 是配這個 鮑汁 瑤柱冬菇飯底 其實 都 很漂亮 我覺得它的飯底混合 但是雞就 不是排得很漂亮 差很遠 雖然 說 我只是說 道片是參考而已 沒有差那麼遠 不過我先試試尾 不過 鮑魚就真的沒有氣場 這個鮑魚真的超大隻 我最初以為是那些 很小隻的罐頭包 原來不是 很大隻 先試飯 這個飯很香 這個飯有一點 像糯米雞的感覺 它沒有糯米雞 即是 那麼黏 即是因為糯米 但是那個感覺 可能它下了很多汁 所以 其實它是很混淨的 所以整個飯 是很濕潤的 都很香 這個雞 雖然剛才說賣相不好 但是 CAMMAN多厲害 最後一看就知道要滑 是不是 不滑 這真的是雞胸 說真的 雞胸都很難滑的 如果你說 可以做到軟熟 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它差不多 全部都是雞胸 真的 比較實 但是雞味不錯 鮑魚 哇 這個鮑魚真的是 很大隻 這裡是用雞做主題 我們剛才吃了雞米線 一個飯 現在吃了口水雞 口水雞其實 要做得好吃是很難的 雖然很多人都會做 我試試看 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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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吃下去 聞一下 聞一下 都不是很香濃的 味道 這個就 我會覺得 很普通的 它不是難吃的 但是 不會覺得 真的好 令到 好像我之前吃的海水雞 那麼有印象 這個就比較普通 再和大家討論我們今天的價錢 其實我們叫了一個 沙窩花膠雞湯汁 是88元 另外一個自尊鮑魚大碗飯 也是88元 另外有一個餃子 XO醬招牌雙保餃子 是52元 口水雞是52元 還有兩杯冰檸茶 應該是200多元 我還沒買單 差不多 今餐真的非常不錯 雖然有一些食物都未必是我的心髓 但大部份來的其實我都很滿意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來泰智這間樂壇雞湯汁 其實我知道它也有分店 好像在銅鑼灣燈籠街 還有在佐敦 佐敦好像也有分店 大家可以上網分享一下 我們今集到這裏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見啦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想我們去哪裏拍呢 記得留言給我們 還有 留意我們的FB 5G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最重要是分享給所有你的親朋戚友 大家都是酒肉朋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URM 988 字幕by索兰擬 escapa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